雪邦时日讯独家报导叫车停泊在大学校园斜坡,一司机熄火下车后没拉手插,无人车净失控冲下高坡,车头尽损。 网传视频显示,一辆第二国产呆子叫车冲下高坡,车头静止撞向红砖路后全毁,并保持车头插地的姿势。 此事被指于前日下午,在雪州雪邦某大学校园内发生。 据消息,该校的一名工读生驾驶14老板的轿车,在校园内送外卖。 据悉,该学生抵达目的地后将轿车停在斜坡,熄火下车送餐时,已没有拉手插。 消息指,结果该轿车失控滑下斜坡后,从一个成人高步的高坡跌落,车头直砸落地面,索性无人伤亡。 据悉,事发后大批学生在场围观,有者甚至在现场拍照打卡。